牛肉 無論什麼季節 牛肉 永遠是健康的家常菜 不過魚 是比較容易變壞的食材 價格也不便宜 在保鮮期內 如何適當保存魚 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就有幾個 保持魚新鮮的秘訣 可以利用冰碎保持低溫 冷藏在雪櫃的最低層 避免放在溫度變動的地方 要密封包裝 保鮮期內就要烹調食用 而食剩的魚肉要如何保存呢? 大部分煮過的魚肉 可以放在攝氏0度至1度 即是華氏32至34度的雪櫃裏 而炭酵過的野生三文魚 就能冷藏5天 冷藏過的煮熟魚肉 需要再加熱才能食用 吃多少就加熱多少 不要把剩餘的魚全部加熱 吃不完又放在雪櫃雪 重複不斷加熱 未煮的魚有什麼冷藏方法呢? 魚肉含有美味的蛋白質 因此保鮮期較短 用以下的適當方法 就可以保持魚肉的鮮味 第一 如果買了很多條魚 或者釣到很多魚 那就建議買一個真空風喉機 首先把魚用冬水清洗 然後抹乾 一條一條地分別放在膠袋裡 再用真空風喉機封物 然後放入雪櫃的冰格保存 第二 如果想採用冰風的方式 就需要把魚浸冷水 一條一條放在焗盤 然後把焗盤放入冰格 等水結冰 不斷重複這個過程 直到冰結成四分一英寸口 再把冰風魚放入膠袋 放入冰格雪床 第三 是最後一種方法 首先用保鮮紙 把魚包到緊緊緊緊 然後放在膠袋 放入雪櫃冷藏 比較前面兩種方法 保鮮紙不能有效防止水分流失 也沒有辦法有效預防餘身凍傷